好的,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DevLearning的分享会 我们在GitHub上维护了一套完全免费开源的Dev开发教程 愿景是给初级的开发者一个可以执行最简的区块链Dev学习路径 给进阶的开发者一个可以交流和协助的平台 那么今天邀请到的是Loners到了 来帮大家带来关于Layer0项目的分析 下面有请Loners Hello,可以听到我说话吧 可以,可以,没问题 OK,那个我这个目前在一家这个机构做一级市场 然后也会看这个也比较关注这个跨链桥吧 然后今天这个分享项目也是目前可能比较前沿方向的一个跨链桥的项目 然后他自己也提出了他的一个解决方案 然后这些所有的这个资料都基本都是来自这个官网的白皮书 还有一些medium以及这个YouTube的一个 一个MA加上他的这个 这个一个演示的demo 然后我先介绍一下这个Layer0是干嘛的 然后他只想实现一个就是 合约跟应用端的一个交互 然后也实际上比如说大概就是说 不同链的一个合约的交互 就是你在这个以太坊存了一些钱 在compound你可以在其他链提出来这么一个设想 然后他的跨链方案主要是他自己提出了一个超清节点这么一个模式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一些目前主要的一个跨链方案 第一种就是基于一个可信的第三方或者叫中间键 我们知道比如说这个交易所 或者说就是一些多签的一个一个一个地址或干嘛的 然后这个就是目前比较常见的一个跨链的一个方式 像这个Polynetwork 还有很多这个项目都基本采用这样的一个跨链方案 然后他们托管的资产其实就是有几个节点来去维护 那这样的话就是你需要有一个激励机制 保护让这些节点他们要去维护这个这么高的一个资产安全 像anyswap他目前应该是有34个节点 当然这个节点都是这些官方他去挑选的一些生意比较好的 就一般人还没开放这个用户可以自己做节点的这个这个部分 可能到anyswap下个版本会开放 所以就等于说我们是把这个我们的资产性能这些节点 那么另外一种这个是一个清节点的一个模式 就在两个目标链之间互相部署一个对方的清节点 比如说这个Near其实是在一个以太坊部署Near节点 然后在Near再部署以太坊清节点 那这样其实就可以实现一个双方的一个交易验证的一个通信 然后类似的就是cosmos的ibc 其实也是在一个一条链上 你先运行一个完整节点 然后从这个链里面去读取一个区块的一些历史区块头 然后将这个交易顺序再写入你想要转账的目标链 以及提交相应的证明 然后Layer0他认为就是第一个一个可信的第三方这个方案 其实不太够去中心化 因为你的节点其实还是你相信这些多千的这个这些人 他是不太会去作恶的 然后另外第二个方案 这个清节点模式成本会比较高 因为你在你要跟你太坊这个链器交互的时候 其实相应的这个GAS费什么的去验证成本很高 那他们就提出了一个新的方案 就是说我要兼顾第一个方案不过圈圈化 然后第二个方案的这个交易成本的一个操心节点方案 然后这个大概就是说 他们先会在两个链上部署一个出口 就是也可以理解为就是说处理一些逻辑领算的合约 然后就是你可以理解为端点 然后这个端点在运行这个操心节点 然后我们可以看这个图 这个就是两个一个A链跟B链之间都会有一个端点 然后这个端点其实里面有包含好几个 比如说这个通信器验证器网络库 主要包含这四部分 然后还同时就是三个核心的组件 一个是一言机 就是这个一般就是像Trainink Bund这样的一言机 另外一个就是综绩器 然后这个计题的这个 验证逻辑我们可以往下看 我们先介绍一下这几个核心组件 这个端点其实是用户跟这个 就是你直接去 用户主要是跟这个端点去做交互 然后每一个链都需要部署一个Layer0的一个 一个Point 然后这个有四个模块 然后这四个模块 接下来会在这个具体的步骤里面 去做一个每个有对应的功能 然后这个一言机它的目的就是说 将这个七块头发送给另外一个链 然后去验证这个交易是不是有效的 然后目前它最开始的一个白皮书 只写到了我们会使用这个Trainink 然后后面Media年我看它也提到半导 然后官方的AMA其实说 我们之后会做一个一言机的一个聚合 就是说每个每个一言机 它提供不同的这个这个这个价格的数据 然后再进行一个这个叫加钱的聚合 对当然一言机的话 它其实就可能要到下一个区块才能读到 这个中继器它其实是一个链下的一个服务 然后它主要目的是说 要就是提交这个交易的一个证明 然后我看了一下他们一个developer采访这个创始人的一个播客里面 他提到说他们的经济模型 因为官方目前还没有去公布这个经济模型 但他们提到大概的去中继器其实是会收取一个手续费的 然后大部分是归这个就是你运行这个中继器的人所有 然后小部分可能比如说这个网络里面的这些用户 然后中继器它是需要你质押它的可能是它的一个代币 然后就相当一个保证金 然后防止这些中继器去做什么的 也能让用户去参与这个过程 这个是它后面会想要去去做的 然后这个是它的一个跨链方案的一个图 这个在这个可能看不清我就打开它的白皮书 然后总共有大概13个部阻 然后其中每这个这里的一个小的小的这个黑色的 就代表它的一个每个部阻 然后这里面它定义了很多的一个就是叫做每一个步骤的一个简写 或者说这个T它其实是表示一个一个事件的一个识别符 然后DST它就表示一个你想要给链上这个智能合约的一个全级的识别符 然后这个payload就代表说 A链它希望传给B链某一个应用的一个一个消息数据 然后这个综综器的这个聚合就代表说 它是一个它自定义的一个综综器的一个参数信息 可能是一些交易 可能是一些这个借贷任何信息 然后第一步 它就是说我们先把这个 这个这个链上的一个应用程序的这个T去做一个有一个识别师傅 他叫这个大的T来表示这么一个事件 然后T的这个事件其实是会根据用户他想要执行的操作其实是不一样的 然后他会去用他们的这个模板 就是他们自定义的这个模板 然后去向这个他的通信器就是这个 去发送一个一个请求 然后这个通信器先把从这个用户收到来的这个请求的这个做一个打包 打包主要包含这个DST DST就是刚刚提到一个智能合约的一个识别符 以及跟这个 就是 这个Powerboard就是 A想传给B的一个消息数据 然后先做一个打包 然后以并把它这个打包的结果 跟这个T就是一个 T就是一个事件识别符 就是它代表某一个事件 以及跟这个 这个 这个就是 一起发送给这个验证 验证器 就是通信器说到A传来的这个消息 先做一次打包 并将这个打包之后的这个书记加上前面这两个 一起发送给验证器 然后验证器 再将把这个信息发送给网络 那网络同时 A也将把这个当前的区块头发送给B 这两步是同时进行的 就是 三跟四是同时进行的 第三步就是验证器发送给网络 那网络发送给这个总继器 那第四步就是说这个验证器把这个有效的这个负载 然后以及 这个就刚刚这些数据 通知这个中心中心其他需要 先知道这个T就代表这个用户想要去执行某个操作 就三跟四其实是同时完成的 就是这个验证器发送给网络 然后网络再发送给东西 就他同时在执行这两个事件 然后第五个事件就是这个网络要把目前的这个区块 ID 发送给这个ENG 然后ENG收到这个ID之后他要去获取这个A链的一个区块头 然后并把它发送给这个B链 如果说这个某一个区块里面包含很多个这个交易 他这个只发送一次 就只执行一次 然后第六个步就是 这个这个ENG他也会读取他这个区块头的数据 就第二步 然后我们看一下 第七步 第七步就是 这个综络器他去读取 以这个区块面里面 跟这个之前 他从这个验证器收过来的这个证明 然后并再另外进行一个存储 就是刚刚在第四部里面 这个验证器把他们要执行的这些 这个有效复杂什么的都发给他了 然后他现在要去从这个A链里面去获得这个证明 看看他是不是有真的发生这么一个用户有提交这么一个需求 然后 然后第八就是ENG去把他这个区块头去发送给BEN的一个网络 然后 这个其实会遇到就是说不同的这个网络的一个可能共识机制不一样 可能干嘛 这个就这个就是ENG发送的一个问题 然后他需要因为不同网络可能共识机制不一样 他区块确认的那个数量啊 时间都不一样 然后第九步就是网络会把这个呃 ENG就是转转给他这个区块头 以及这个呃 区块的哈希先发送给这个他们BEN网络的印证器 然后这个网络的印证器再把这个东西收到之后转发 其实他转发的时候就只包含这几个呃 刚刚说到了这个DST以及这个有效负载 就是DST就是代表这个一开始所有的交易的一个识别符 就代表DST就代表这个事件的识别符 然后传给印证器 然后印证器收到消息之后 就是等这个区块确认之后 在同步转转给这个呃 第十步是说呃 验证器还要从这个呃 把刚刚说网络给他的这个区块头的哈希什么的 提交给这个中继器 那中继器在根据这个收到这个哈希之后 把当前呃 A链提交给他的这个呃 一些信息去比对 看看是不是两个事件是不是呃 呃有效提交 如果说两个事件并不匹配 那他就把这个信息给丢去 如果匹配他就 第十一个步骤说呃 中继器已经验证过了 A链这个验证器提交给的信息跟B链的信息是匹配的 是同一个事件 那就把它再发给B链的这个验证器 如果说两个事件并不匹配 那就把这信息就列为就是一个 可能哪里出问题 或者就是说一次验人机攻击什么的 那第第十二个步骤就是说验证器 已经刚刚收到了这个呃这个中继器说怪效器 然后并把它再发给这个通信去 然后通信器其实到了这一步 基本就已经实现了一个整个的一个通信的整个流程了 然后就把这个数据包 就打包一下发送给这个B链的这个应用 这个就是他们 嗯 完整的整个流程 但是 具体的 因为目前他们代码也没有开言 也没有说 这个呃 哪一个步骤到底是怎么实现这个资产的一个 转移的 就是这个我我也不是很清楚 因为以前资产转移都是通过流动性池啊 或者说这个在A链 呃 锁定 然后在这个B链去释放 但这个我只是个通信 我还不知道资产怎么转移的 所以这个呃 还不是很清楚 这个你们有谁比较清楚吗 就是说像这样的通信怎么实现资产的 他这个倒没有明说 而且整个白皮书也没有讲这个 对这个是我一个一个困惑 然后 刚刚我讲了就是这个 这个所有的步骤流程 然后这其实都是白皮书里面很详细的介绍了 呃 他们第一个步骤 第二个步骤 每一个步骤的都在干嘛的 这个你们能理解吗 就是这个 对 OK 现在是还没互动是吧 那我先继续讲 然后 我看了一下这个项目的一个介绍之后 我我心里就就大概有就是对他的一些跟其他项目的对比 其实更早之前的这个跨链还有去做这种哈希时间锁的 然后不过目前就比较少 呃 他的一个 这个优势在就是说 之后的这个中继网中继器就是 这个中继器一开始官方是会自己部署 那慢慢的会开放用户 比如说你自己担心官方可能会 呃 这个不诚实 你自己可以去做一个东西去做验证 这个 这个 你提交交易 是不是跟这个 相互匹配 然后用户是可以去自己部署的 然后 而且每一个应用程序 比如说你跟这个Layer0去合作了 你是可以指定说我们呃 更倾向于哪一个 一人机 然后 而且这个应用程序 他上面的这些资产以及运动性 其实都是 呃 比如说你是你要做验证 你就是需要质押一定的这个 呃 代币啊 然后去保保证这个你不会作恶的 所以就是他相比于说 其他的这种还没开放这个节点质押的 呃 呃有更好的一个这个激励吧 然后 如果他这个这个你想要攻击这个 呃 Layer0你其实就在 这里比如说你给这个 Aliens的网络给这个 演技报了一个 呃可能 呃 并不是这个这个提交一个假设 你给他提交很大一笔交易 但是你在这个验证器的时候 你自己做验证器 你你就可以说这个交易是真实的 然后并就就实现了一个攻击嘛 只有两个一言机跟东西同时去去做 才会去就这个才能成功 但他们的这个方案就导致说 你如果同时做了 你也只是 这个不同链的两个应用之间 会受到影响 呃 其他的协议并不会受到影响 就其他协议的这个流动性不受影响 不像说 这个O3Swap 他可能一攻击就整个 呃 网络的很大的这个流动性 都会去被提起什么的 然后 就对比说 AnySwap跟TroChain的这个 他们的公正人机制 呃 就是你还是要依赖这么一个共识层 那在Layer0里面 其实你依赖的只是说 呃 Chainlink 以及说这个 或者叫综络器的一个服务 是不是一个可信的 其实这里我还是比较好奇的 就是说 他说的Layer0 它是一种点对点通信 不需要依赖中间工程 我就比较好奇 就是说 呃 Chainlink 它算不算是一个共识层 以及说这种 嗯 以及成本方面 呃 因为 其他方案说 你要自己去部署一个 这个 链上部署一个节点 那这个可能 这个 成本比较高 那他们不不需要 部署一个点 但是 你每一次的这个需求 都需要跟 这个Chainlink去交互 那这个成本 大概会比他们便宜多少 这个官方 也没有去给数据 而且我 我猜了一下 就是以太坊上 每一次 去使用Chainlink 大概说一到三个link 编练会少一点 然后 剩下这个就是说 我对于这个 呃 他们这样的一种 设 方案的一个 呃 理解就是 比较轻的一个部署 其实是更好推广的 更传统的 比如说 Cosmos 跟这个Pokadot 他自己做一个跨链雷尔零 其实 不仅说 你要推广你的这个技术 还要让更多的一些应用 去使用你这个技术 所以说 他们有很高的一个 生态建设成本 以及应用成本 当然他们也可以 做一个 可以有个 呃 做更加底层技术设施 也可以 可以作为更大想象空间吧 这个是我认为 目前他们想做一个 呃 跨链方案 在有了Pokadot 跟Cosmos的技术之后 嗯 一种 这个 叫做 就是卡位吧 就是他 他可能自己的一个定位 然后 他也说了 就是说 在这里面的所有模块 就是 尽可能是模块化 然后因为 可能 这个不同链的 这个 这个开发语言 或干嘛 支持更多 然后 除了这么多 就是Layer Zero 他这样的项目 有哪些应用场景呢 这里他 在这个 呃 YouTube里面 就提到了 就是说 咱们想可以做一个 呃 跨链的DEX 就比如说 你 你想要把你 以太坊的这个ETH 换成 币安链的BNB 你要通过 SuiteSwap的话 你可能是需要 从 通过跨链桥啊 然后再把跨链桥 再通过 呃 币安链的这个 Pancake什么的换 其实很复杂 那通过他们 可能你只是要 举步 就可以实现 这么一个 呃 跨链的一个交易 然后 我还看了 这个Developer的 一个采访 他们CEO里面的 这个 呃 博客里面 然后这是他们笔记 就提到说 嗯 他们其实是可以 有些这个 呃 他们的一个优点 看一下 这里有一个 他们做这个 呃 这个 几个特色吧 嗯 就是比如说 这个 这个统一一动性 然后就是保证 这个 呃 同一一动性 然后以及保证 这个 这个 就及时保证 最终性吧 然后延伸资产 这个你们可以去 如果说对于这种 跨链DEX 感兴趣 可以看一下 他这里提到一个 比如说 呃 以前 想要做一个 跨链DEX 你可能是需要 呃 去 在不同链 都建一个 这个词子 然后再根据 如果 但会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 你不可能这个 嗯 每个链都都这么 做这么大的词子 其实是很 很浪费这个资产 资金用力挺不高的 这个是 跨链DEX的一个 呃 一种 就他提到 其实是输一swap 在每个链 都部署了 但是他 如果说可以 前 共享 这个前级状态 其实 呃 就是可以更好 提高这个资金利用力 另外一个 就是说 他想实现这个 嗯 就是 比如说 在以太坊 去做抵押 然后在polygon 因为polygon 可能 手续费更低嘛 然后你可以去polygon 提取出 你在以太坊 就接触前 比如你以太坊 抵押这个 呃 比特币以太坊 你可能在polygon 去接触 稳定币出来 去做一些 这个这个交易 就是 这个就是 他想实现的 当然这个 我看到 DeepBridge 也想做 这样的一个事情 以及说 跨链的一个 呃 亚发明的一个功能 目前来看 他主要的这个 应用场景 都极限在这个 DeFi协议上面 所以这个就是 我今天 大概的一个分享 然后其实 我也没有完全理解 这个项目 怎么实现 这个资产转移 只是看到 他的通讯方式 比较特殊而已 这个 大家可以一起交流一下 他这个链怎么保证 就是说 比方说 在那个苏系上 做那个苏系的流程 你在A链去 制压 然后B链去 提取出来 他怎么保证 这个 就这个 这个 这个确定性 或者这个安全性 就他有没有提到 这个东西 嗯 他这里 其实有提到 就是一个 呃 就类似于说 这种 就是 不可能三角吧 就是说 呃 你怎么去实现 这个流动性 他就说 就是在一个A上 跟链B上 你都有一个词子 然后 你如果说 想要用资金词 你比如说 A跟B 就是以太坊 跟稳定B啊 然后他跟 很多的这个词子 你都需要有一个 呃 资金词 然后 呃 你你刚刚问的是 怎么保证安全性 是吧 嗯 就是他 他说的是 那个解决 那个 资金利用率的问题 就是比方说 你每个链都要 一个很大的流动性 来支撑这个 跨链的什么 对吧 然后他其实就是说 我提供一个接口给你 你只要信任我的接口 然后我 你A链 一个接口 你告诉我 你在那边质押了 然后B链这边 你就可以提 他是这个意思吗 嗯 对 就是说 其实他 但是他怎么保证 就是怎么保证让别人都能信任他 呃 信任他这个接口提供的那个 这个这个这些数据是是是确定性是安全的 嗯 我我这么想的 就是说他其实可能 比如说 呃 假设阿卫 他相信 就是他看了整个方案之后 信任了这个方案 然后 阿卫在其他链也有部署嘛 那其实就是 阿卫相信的这个技术 然后让 比如说 这个他在这个以太坊的这个 呃 这个资产 确认了 然后他想在阿卫的这个 Polygon网络去提解资产 其实就像说 嗯 我理解是他们信任这个方案之后 所以 这个 让用户就是会会 就记录 他有在 以太坊的这个 这个 信息传输到Polygon 然后Polygon 因为同样就是 呃 很多借贷也是多链部署的嘛 那我就直接可以 去 这个帮你登记一下 当然我看到这个阿卫 V3好像也是想做这个多链的一个事情 我不知道就是后面 可能有些合作吧 嗯 就是 就是 呃 就是对于 就是他的那个风险 风险承认者实际上是项目方 就是说比方说是阿卫 或者是苏西 Sweb 那并不并不是那些普通的那些使用者 呃 就如果说是比方说阿卫他信任他那个方案的话 那么阿卫会提供一套那个界面出来 UI界面出来 你用户实际上是就没有去管这个底人怎么实验的 他可能是阿卫来来依赖于他实验 那这实际上是这个风险 所以就是说他的一个就就你可以理解为就是cosmos 或Polyga 想要去拓展生态也是让更多的开发者去信任他这个生态技术嘛 那他其实你想做一个更加底层的事情 就阿卫在你可以就阿卫在每个不同的链 就不同城市开个银行 那你在这个银行存的钱其实按理说是 就是每个每你在另外一个城市是可以取出来的 对吧 那这个背后其实也有一个类似于这个账本的一个通讯 那他想做就是说这个不同 同个应用在不同链之间的这么一个记账功能 然后通过我来这个实现跨链的记账 就底层上类似于说我 比如说我某一个协议我现在要迁移到这个这个链起来 那你要相信这个链背后的这共识机是安全的一样 他这个就是那个Oracles用的是Chainlink是吧 那Chainlink他在确认A链上面已经提交了一个锁仓的这个交易 他会等待多久之后 就是再去B链上给他提示 那你说是一个7块的延迟吧 但是像那种非确定性的那种 共识协议 就POW他的回滚 有些链可能回滚会比较多 这个也是目前这种跨链桥的一个难点吧 就是你怎么时间这个不同这个链共识一个回滚的一个问题 然后我我记得这个呃有一个refinance嘛 就是他们好像是就是有一个回答 我我后面可以去发群你 这个我我当时忘了 当时我问了一下他 就是说你不同链可能有些链比较快 人比较慢 然后回滚一下你你这个群球怎么办 这个我倒可以去找一下 其实这个问题很很普遍 就那个Cosmos之前就早期的时候 也被大家挑战这个问题 就就他的那个ABC 譬如三条链是吧 A和B的安全性是很高的 但是C的这个安全性很差 这时候其实他整个系统的安全性 取决于那个C链的这个安全性 这就是就就是他的 这就是问题所在 就C链上如果把这个资产 跨到A链B链去了 最后C链回滚了 C链被那个被攻击了 那那那个A链B链 他他就没法那个 就是资产就不一次了 那就是这个的话 安全性其实还是取决说这个 综绩器吗 你要不要要验证提交过来 这些数据 他们其实官方是在 我看一下 他们的文章里面有提到这个 他们其实目前的一个定位就是说还是想 把这个IPC网络跟这个EVM网络去做一个接农 然后这里就提到了一个他们的一个清洁点 这个就是类似于 明白 清洁点的话就只要跨链 那每一个那个主链他都要跑个网关一样 他那个网关上必须要跑一个清洁点 他那个我看是超性节点跟清洁点还不一样 嗯 那个文章上写的 对他这边有一个一个对比吧 他可能认为就是说你你传统的这个自己去部署这个节点 你可能要还要运运整个那个链的一个一个就是区块头 各种数据你都要去去管成本会很高 然后他这个节点只需要验证这个验证的提过来的数据 就不需要去做一个这个实时更新吧 然后跟跟这个夜人机的这个记录去匹配就行 就他相信两个不会同时做 就有一种就是就是博弈吧 但他行 但我我其实那个问题的焦点是 黑链如果发生回滚就被攻击的情况下会怎么办 倒不是中间那个链跟那个二口他们之间是他们会被被作为 而是A链 就是会不会被攻击 如果说这个A链被攻击了那哪一部会出问题我看一下 就是 这个回滚出现情况吧 A链被攻击应该是这个呃提交给这个信息出问题 然后就就就A链就一开始他锁了假设锁了一个ETH是吧 然后过了然后过了呃一分钟然后B链上一个ETH是生存出来了 但是过了三分钟之后A链那个之前那个提交一个ETH那个那个区块 他整个包括后面的区块全部被回滚 那这时候其实A链上的这个资产就那笔交易就变成无效交易了 明白就或者说说你在以太坊上的这个这个这个钱丢了 或者就假设什么存款什么被被盗 其实以太坊上的就A链上的钱没丢只是他这个锁仓这个交易丢了 然后呢他在B链上多出了这个ETH来了 就他这个人变成两条链上都有这个ETH可以操作 就相当于双划 嗯 这个应该所有的跨链方案都会有这种问题吧 呃但那种就是POST或POST这种确定性的这个共识协议是是可以避免这种问题的 但是那个POW这种属于只要你算力足够强势可以从零区块开始重新构造这个链 但是那个POST或者DEPOST它是有确定性 这个就是不同链共识之间的一个一个交易回滚嘛 这个也是一个我看一下当时他怎么回答就是一个 我找一下 哦 我把这个回答发到我们这聊天里面 我把这个回答发到我们这聊天里面 哎 为什么 我把个 pH在那里面 我把她的一个人 recommends 和我觉得这聊天里面 我发到我们这聊天里面 大家什么oo 为什么 notice 我发跅ane 描 cultures 这个速度然后两边要等待个确认 然后 就是哪一个链更快 然后就他会等那个链 好 这个应该是等他 如果这个好像没关系 就是以太坊这种链本身想要被攻击的这个概率也比较小 所以他只要选择 这种安全性比较好的 POW链跟那个跟这种比如BSC这种链对接就行了 把那种安全性差的链给淘汰掉 就就不去对接他们 对我一直说他就是说等那个比较慢的那个链 他已经更新到最最新的 然后那个快乐链再确认就行 就是就是比如说你你攻击之后其实下一个区块嘛 或者就是他之前那个等他等他两边都就快的链 等那个慢的链同步最新的状态 如果说同步最新的被攻击的那最快的链也得到他被攻击 然后这个就不成立了吗 哦 至于至于说那个POW把整个资产这个这个交易回滚 这个我觉得就是我真的没有考虑过 目前COSMOS有没有说就是他的IBC接的里面有POW的 COSMOS应该他不区分这个POW还是其他链 IBC是一个对他他不区分但是目前有没有就是如果有的话 其实就你可以试一下比如说这个 假设计券券他是一个POW那 就现在你转到这个Caba或者HUD那这个就 就会存在这种问题 反正这个项目我我目前看还挺早期的就 是medium只写了三篇文章 然后感觉他们现在想做就是说把这个 IBC的这个这个资产做一个跨到以太坊这边 因为你如果说要想这个COSMOS在以太坊布个节点 这个成本挺高的其实 就这可能是他们 这个目前的一个方向吧 就卡位就是卡一个做一个COSMOS到以太坊的跨链桥 或到一边的跨链桥吧 这个我记得Chainlink是不是有个Marketer就是说 他里面有很多这个数据提供商什么的 然后这个这个成本 这个 到底高不高我也不是很清楚就是你们如果用Chainlink的话你们 感觉就是像这样的一个跨链 得大概钱得有多少人 就应该按理说是更多人使用他 每个人平均成本更越低吗 不太清楚 就就跟那个什么JKLUUP一样 越多人用他成本也低 如果前期没啥人用他就跨链桥 他他每一次还都要Chainlink掉一下 那一到三个link是挺高的 而且这个钱谁来付呢 呃说的有道理 他那个A链上面 他可以譬如过过过过三十秒是吧 过三十秒 提交一次过三十秒提交一次 那每三十秒里面可能 有十个交易 十个交易可以分摊分摊那个一个link 对对对这个这个还可以 就前期就是 用户量不是很高 交易不是很频繁的时候 他其实是亏的 我觉得就如果他没有补贴用户 用户也成本很高 就反而对用户来说 他的这个成本低 我觉得倒是对于那个 就是 就是项目方来说是低的 但是对用户来说 就最后到底是不是低的 我也不很确定 而且你还要收这个用户的钱嘛 就是你这个综织器 其实还要收手续费什么的 我觉得 我觉得方案是好 但是到产品端到用户端 最后能不能很便宜的跨链 也是个问题 他的综织器实际上是可以去就是去综织化的 是所有人都可以部署的 对他是说你自己就是假设你你你自己提到这个呃那个那个什么交易之后你不放心你自己可以做个节点你去看看他到底是对还不就跟那个 好不听命的那个乐观挑战一样你都可以去去挑战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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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提交数据 你可以运行这个综综器去对抗这个风险吗 对抗风险 嗯 这个部署综综器成本应该也不会很高 因为他做的事情其实就就收到这个信息然后匹配信息而已 就抓一个这个证明然后区块头 然后他还没有去去抓这个区块头 而且他这个签听可能应该是不需要一直去监听这个每个链数据的应该就是就是需要的时候才用一下 他们那个预演机起的作用是什么 嗯就是我看一下啊 对你看relayer的话已经起到了一个就是说是就是两面交易嗯验证的作用然后这个这个oracle的话是起什么作用 呃他要确认这个这个他要提交 确认提交而且这个oracle和那个relayer是之间是没有没有交互的是吧 没有交互这一言机我觉得理解有些他是a链到b链的一个通讯作用吧就是他这边提交了然后他发给这个b链网络就就通讯吧 那个channic为什么这个都用这这功能不不直接由relayer直接做了 我觉得他还他还是因为channic在每个地方他已经有部署了就相当是比较成熟的一个一个营商了 relayer如果想做这个其实一方的大家还相信这个relayer就是 是不是怕那个relayer引入更大的风险就如果说relayer来做那个发送那个消息吧他可能会被那种就是51%的攻击来改变 link攻击还是比较少的 ok 那这个如果够壮大的话他的relayer够多的话他可以后期把那个oracle去掉对对对其实也是理论上是可以但是他们也认为说你想要挑战channic其实对他们来说有点难 白皮书你也其实也提到这个这个对channic的一个一个挑战 这个他们现在只是写了这个文章没有还没有实现是吧 有他有个demo就类似说他们自己就是大概是已经实现了一个你可以理解为就是小型的测试吧但用户还测试不了可以实现 因为因为那个就是那个channic他最近也推出了一个服务就是他可以去读取合约里面的一个状态是吧或者调用一个方法然后如果是返回的是一个true的话他就会去channic就会帮帮用户去执行一笔交易但是目前看来这个服务只是在同一条链上就我从同一条链上读读一个状态然后去发一笔交易 还没有说是从a链读一个状态往b链发一个交易这个channic的公共服务还没提供出来但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跟channic有什么私下合作这个不太清楚 我觉得对你说就是按安全那个当前提供的公共服务来看他们这个功能我不知道怎么实现啊就 嗯反正我觉得就是你想channic他其实只是保证这个他的数据其实是更加可信的你如果说一些私有的这种数据员就就理解他数据被污染了吗那其实这个就不可信了 嗯就是假设你你提供的是这个channic没有的这个数据我觉得也对对其实就是你刚刚那个图里面你看那个channic他需要实现一个功能就是从a链读数据然后往b链发交易对是吧那 就我不知道这个channic有没有提供这样的服务 他当前提供的这个服务是只能在一条链上读数据然后发交易的不能从那个a链读数据往b链发交易 所以我就刚刚的提问的这个原因就是我觉得他们可能只是写了一个白笔书然后然后在等等着那个channic实现这个这种跨链的这个这样的一个服务吧 我channic其实一开始呃就是想跟debridge服务的因为当时debridge拿了他们hackzone第一名然后想跟debridge一起去用这个eng去做这样的服务然后然后后面闹僵了然后channic就打算自己去做这样的服务最近也推出来了就刚刚你刚说那个 啊 如果说他后面这个中织器确实是就做到这种可现程度就已经没有必要确定就他只是相互验证而已 明白 我这边先停止录制了吧 嗯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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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